通文都看得懂 然後再把程式加上去 再把它執行出來 然後再做除錯 除錯我有講過你們剛開始也不要一下子急著馬上就要執行 你可以按F8 慢慢去做執行 然後比如說copy一個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現在 畫面上的動作 基本上呢 都會按照我們的 這個方式新增一個窯窯 然後再 把它的資料 我們先做autofill autofill就是那個篩選 篩選 篩選之後你會發現這邊就多一個篩選的圖示出來 然後再把它 把這個部分篩選出來之後再把它選取 複製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貼到 我們要貼的位置上面去就是這個工作表貼上 然後在autofill 就是那個來自動調整欄寬 這樣其實也是錄製下來的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錄製一下就有了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基本上都是同樣的動作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就把它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這個結果就完成了 那你會發現最後一個是小章 然後最後 這個 這個 因為我x多少 x7 所以會有 2到7 所以他這地方x現在 到7之後他就跳離了 所以 最後 工作人員 做完之後的話 再把 這個給刪掉 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把這個訊息 True 然後再把它切到問題9 最後把那個autofill 就是那個 這上面有那個過濾的這個圖示 這個部分 把它取消掉 其實取消跟 建立是 同一個 功能 都是autofill autofill 然後 點下去 範圍就展開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呢 剛剛所講的 自動化 其實都是很有規律的 那 後面的話我想我們 可以再進一步把這個範例再延伸 比如說呢 如果我今天不用篩選 我剛剛比如說取得資料來